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期降息的话呢 那么我们人民汇率也会受到一个支持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大家还在交易这个 我们现在大家还在交易一个这个预期吧 就是这个降息大不降息的预期 所以大家呢趁这个时间啊 只增早期 然后我们呢 有时间呢更详细的讨论 这个降息的对市场的影响 我觉得其中至少一次会议是有50个点的降息 甚至两次都是50个点 我觉得呢 就是说现在经济的这个运行的预期呢 会比较快的反映出来 首先呢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压力呢 会比较快的放缓 那尤其是在住房以外的这个通胀呢 它的压力会很快的很明显的出现一个放缓的景象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业情况 那就业情况呢 其实也会 现在看着好像这失业率不是很高啊 但是呢 经过了连续两次大幅度的下修 当然了其实大家都发现 其实就业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那么好 那同时呢 我觉得一般经济数据变化了 它是从这个它的变化的势能来反映出来的 它并不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的水平是多少 那失业数据水平 失业率水平 它并不反映这个就是说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觉得未来至少有一次会议 今年内至少有一次会议50个点的降息 日元还有升值的空间 日元还有升值的空间 这个才是我觉得市场比较忽略的一点 因为呢 日本现在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中央银行 它是要需要加息的 那如果12月不加的话 明年初也会加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想想一下就是说日元的这个升值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 如果是这样它也会引发类似之前逃离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巨幅的波动 所以这些都是市场没有考虑到 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要这样看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它是不会在短期内兑现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要交易的话 我可能有可能有一两个星期这样的时间窗口的去去交易 做短期交易 那短期交易就是说 这个美联储大幅的降息 而且呢这个降息 大幅降息继续大幅降息的这个预期还在形成 对啊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讲刚才讲这些失业的情况啊 通胀的情况啊 它都不会马上的通过经济数据 你看不到对吧 然后日本样可能也要到12月份才加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想一下 那么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说今年的这个 这个交易的窗口呢 现在就是这么交易的 就是说现在交易的核心是美联储大幅的降息 而不是未来美联储大幅的降息 是意为什么 因为这些这些情况 你都不会看到任何的数据给你反应出来 看我们央行怎么做吧 其实甚至六字头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如果是这美元这么大幅的降息的话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的scenario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降息的空间也打开了 那么看我们央行怎么样去做哈 是不是也可以 50个点75个点100个点的降 对啊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厉害了 那 人民币是不会不会贬值的反汇 反汇继续升值的 你现在现在很明显它它去到18,000了 那我觉得19,000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吧 那我忘了我是否讲过2万点 但是我觉得19,00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对他们还主要是因为这个利率下降吧 那释放一波技术的反台 但是它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 对啊 所以呢 大家一波也可以 可以加一波 那同时呢 我觉得这个科技股比较便宜 对啊 估值也比较便宜 那现金流非常的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比较靠谱的一些机会 所以这些是我们觉得比较靠谱的一些机会